小飞农ADP数据也凉凉 岗位数量远低于预期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劳动力市场的消息 沙特可能向美国开战 油价扶不起来 索性破冠破摔 分析师称沙特一定要阻止美国继续产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美国企业们正在逐渐破产 关键指标显示只有9%的企业健康 今天彭博的一篇观点文章就再次警告 不要忽略企业债的影响 最后我们再来看AI方面的消息 谷歌今天推出了最新 也是公司最强大的AI模型 Gemini 打算夺回宝座 而英伟达也面临新的竞争压力 Meta微软开始导向竞争对手AMD了 那么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对了 在节目开始之前 阿吉想提醒一下各位 记得打开频道的小铃铛 调整成全部 这样就不会错过阿吉的任何视频 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今天的市场一路下挫 三大股指全员收跌 只有纳斯达克跌了0.58% 标普败跌了0.39% 板块方面 今天只有三个板块上涨 公用事业板块领涨 涨超1% 能源板块领跌 跌超1% 上来 我们继续来聊聊劳动力市场 今天 由小飞农之称的ATP数据公布 虽说小飞农经常和大飞农有分歧 但它的趋势还是有一定的指引价值 也是我们分析劳动力市场和整个经济的重要参考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数据显示 11月 美国的私营部门新增了10.3万个岗位 远地预期的是2.8万个岗位 和上个月下调后的10.6万个岗位 这次新增的岗位数量 也创了两年多以来的新低 继续延续着劳动力市场降温的总趋势 其中 商品端的岗位出现了下降 总共减少了1.4万个岗位 制造业减少最多 为1.5万 服务业增加了11.7万个岗位 主要由贸易交通及公共事业 还有医疗教育两个行业驱动 他们分别增加了5.5万和4.4万个岗位 而之前火热的休闲住房行业开始减少 11月减少了7000个岗位 是支撑美国人旅游娱乐消费降温的一个数据点 更为关键的薪资方面 留港的人薪资涨幅为5.6% 创了2021年9月以来的新低 跳槽的人薪资涨幅也继续放缓 为8.3% 报告指出 现在跳槽的额外涨幅 已经创了三年多以来的新低 ADP的首席经济学家就表示 餐厅和酒店是后疫情时期复苏的最主要力量 现在爆发已经结束了 他们会开始回归趋势 这也代表2024年 整体经济的招工和薪资水平 都会回归更加常态的增长 CNBC就说 尽管汽车工人协会 EW的罢工已经结束 但制造业还是出现了岗位下降 反映制造业的岗位下滑和罢工无关 更多是由于自身萎缩导致的 近期硅谷和华尔街银行的裁员 也没有反映在数字里面 比如加信理财 就在11月 裁了5%到6%的员工 大约为2000人 字节跳动也在美国进行了裁员 但并没有公布具体的人数 这意味着 实际的岗位数量可能更低 阿吉认为 这次的ADP数据 不管是从新增岗位来看 还是从薪资水平来看 都释放了降信号 这可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 之前我们在分析ADP数据的时候就发现 虽然薪资涨幅在持续地放缓 但新增岗位数量可不低 当时的说法是 薪资的变化更为关键 薪资放缓 就代表企业招人的时候 有更多选择 是劳动力市场降温的表现 岗位数量多 只是代表有更多人出来找工作而已 而根据就此的空缺岗位调查 美国企业还是有很多的空缺岗位 用人需求还是在高位 那么这次招人数量和薪资同时降温 意味着企业在招人的节奏上 也开始变得谨慎 昨天JOS的调查也显示 10月的空缺岗位出现了大降 这些都反映 企业主们开始重新评估 对未来用人的需求预期了 并不是需要支付的工资低了 就招进来 这是更进一步的降温现象 值得继续关注 接着我们来聊聊油价 年初有不少机构都认为 油价可能重新回到100美元以上 结果新的战争出现了 石油集团也减产了 但油价反而跌得更狠了 现在已经跌破70美元一桶了 CNBC就有一篇文章称 再这么下去 沙特可能不干了 会直接和美国宣战 颠覆供应格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文章称 由沙特领导的石油集团OPEC 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 尽管一直在试图减产维护油价 但集团外的供应却捋破记录 导致减产效果收效甚微 而这个集团外的供应 主要指的就是美国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 9月美国的原油产量创了记录 来到了每天1324万桶 过去一个月增加了22.4万桶 同比上涨了7.4% 这就导致最近油价持续疲软 原油库存开始上升 其中墨西哥湾附近的美国联邦水域 增产了10.8万桶 阿拉斯加增加了1.9万桶 而大陆本土则增加了9.7万桶 本土总量已经突破了疫情前的记录 加拿大、巴西等地的原油产量 也出现了不小的上升 石油集团OPEC一直以来 都扮演着调节国际油价的角色 这也是因为他们对于产量的绝对掌控 但美国后来的新发现 让自己从一个石油进口国 变成出口国 直接和石油集团竞争抢市场 而这段时间 美国的石油企业就一直在蚕食 OPEC减产后放弃的市场 控制力的下滑也让OPEC内部出现了分歧 和沙特不同 集团内的很多小成员提量 根本无法左右价格 基本上只能靠销量 而这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财政来源 所以在前段时间 沙特决定一起减产的时候 反对的声音就出现了 以至于例会被推迟 会后 部分国家 比如非洲的安哥拉 就直接公开宣布 不会遵守集团决定 会超额生产 面对越来越难以控制的集团 和不断下滑的油价 Sanky Research的主席 也是资深原油分析师就说 沙特或许只有一个手段 那就是开启供应站 直接向市场倾泻原油 而这很有可能 把油价打到60美元以下 他指出 沙特的产能 大概是每天1100万桶 但现在 他们的生产水平 在900万桶左右 沙特可以很轻易地 增加200多万桶的供应 冲洗市场 2014年的时候 沙特就做过类似的事情 那个时候的油价 一直在100美元附近徘徊 但美国的产量一直在增加 还有一些中东的地缘政治问题 导致沙特领导OPEC决定不减产 还主动向中国等亚洲国家降价 油价在半年内就跌了50% 现在 对沙特来说 当务至极 是要阻止集团以外的原油增长 而美国新油庭的生产成本 大约在50到60美元附近 Again Capital的创始人就表示 沙特现在会非常投大 中国等方面的需求在下滑 自己的产能也已经低于美国 如果继续主动减产 基本上只能维持油价 还会便宜了美国等其他国家 而如果增产倾斜市场的话 那就是杀敌1000自损800 油价或许会来到一个很低的水平 容易得不偿失 JP摩根预计 如果沙特和俄罗斯 恢复到每天的1300万桶的话 那么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会持续低于77美元 到了2025年 则会来到57 美国因此就会被迫减缓 2024年下半年的开发速度 让增长少了17万桶新增的原油 那么油价的涨跌 对美股来说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阿基发现 从过往的历史上来看 油价暴跌对美股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 08年和20年的暴跌就不用多说 因为衰退的影响下 油价和美股出现双双大跌 但在2014年 那波油价暴跌当中 标普500也有16%的回调 所以我们投资者 要留意油价的变化 给美股带来的风险 不过 我自己是认为 这种短期的判断非常难以把握 沙特就算打供应战 也没有办法维持太久 所以 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说 我们应该学会 无视这种波动 下面我们来分享 彭博的一篇观点文章 高利率环境下 很多人都预期 美国会有一波企业违约倒闭潮 可是今年并没有发生 文章指出 和大家设想的 枯发黑天然不同 企业们不是没有问题 而是在逐渐破产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作者说 今年有很多应该发生的事 反而没有发生 比如美国的衰退 或者中国的强劲复苏 但最让人意外的 或许是美国企业的 违约倒闭潮 因为在加息的环境下 这件事是最具确定性的 而即便发生了 违约破产事件 除了银行危机 基本上都是静悄悄的 美国银行的策略师表示 连WeWork的破产 都没有让市场陷进什么涟漪 而它可是金融危机之后 最大的美国公司 但这样平静的反应 却没有让作者安心 反而认为 未来整个企业债市场 有很大的风险 各种企业债务 需要被重新定价 作者指出 如果拉长时间来看 美国企业的健康状况 真的是每况愈下 他引述5M Consulting的数据 公司用奥曼Z-Score 做了个统计 然后做了上面这张图 奥曼Z-Score 是纽约大学教授奥曼 创造出来的指标 通过盈利能力 杠杆率 流动性等指标 来评估企业 有多大的破产风险 从图中 我们可以看出 根据这个指标 在1980年代 有超过50%的公司 都非常健康 然后进入20世纪末 就开始下滑 到了2022年 这个比例已经跌破了10% 为9% Fathom的首席经济学家 解释道 现在用奥曼Z-Score 可能会有一些过时 因为当前 无形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当中的 比重越来越高 但信用质量 在下降的结论 依然成立 作者还特别指出了 银行的情况 并表示 银行早就没钱了 如果看加息后 他们的账面亏损的话 会超过5000亿美元 如果不是美联储 紧急下场释放流动性 开启借贷窗口 当前的信贷问题 会更加严重 这里阿吉就想到 明年3月份 会是银行危机 一周年的时间 届时 各大问题银行 向美联储 抵押国债后的借款 就要还了 有可能对市场的流动性 是一个冲击 美联储显然在那个时候 不会大幅降息 让国债价格 都恢复到疫情时期的水准 那需要零利率 和无限QE 也就是说 到了还款日 这些债券 依然存在大量的浮亏 美联储要么选择 继续延期紧急贷款的时间 要么直接说 不用还了 相当于购买 这个决定 会是影响 明年美股上半年的关键 于是 如果未来要藏身 投资者 还是依然要选择大盘股 窟中描述的是 有多少利润 可以支付利息 这个数字越高越好 而从图中可以看出 代表标普1500前150家公司的红线 一记绝尘 截至到10月底 利息覆盖比率高达12倍以上 也就意思是 自己的利润 可以支付12次利息 而中盘和小盘股 都处在相对的低位 这也就意味着 中小企业依然值得担心 也更具风险 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看 如果中小企业 在高利率环境下 竞数淘汰 那么对竞争是不利的 也会降低美国人的创造力 阿基认为 企业债问题 应该可以算是一个灰犀牛 就是大家都知道会发生 但因为太明显了 反而低估了影响 从现在各个债券的利差来看 市场还更乐观了 美国银行高收益债的利差 在10月底之后 就持续地下降 表明投资者并不担心风险 并不需要额外地回报 但我对于这个现象 是持怀疑态度的 我很难想象 美联储利率这么高的情况下 利差可以一直维持得这么窄 现在劳动力市场 也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 而企业债到期需要再融资 又是板上钉钉的事 或许企业债的违约潮 会成为把失业率推高的主要力量 值得警惕 最后来看个个股消息 今天 谷歌推出了自己最新 最强大的AI模型 Gemini 试图在热度和产品力上面 力往狂澜 虽然谷歌是 ChatGPT底层技术的开创者 但从舆论和产品的角度上来说 它远远不如OpenEdit ChatGPT 没有因为这些技术 产生任何现象级的产品 甚至现在还被微软压一头 在发布会上 谷歌强调 Gemini是公司最灵活的模型 因为它有三种不同的大小 分别叫 Gemini Ultra Gemini Pro 和Gemini Nano 可以用在大型数据中心当中 也可以直接在手机上运行 谷歌DeepMind的CEO 兼联合创始人表示 Gemini是包括 谷歌研究院同事在内的 谷歌各大团队 大规模合作的成果 从一开始 就是为了多模态而构建的 这意味着 它可以概括 并无缝地理解 操作和组合不同类型的信息 包括文本 代码 音频 图像和视频等 我们对Gemini模型 进行了严格的测试 并评估了它们 在各种任务中的性能 从自然图像 音频和视频理解 到数学推理 Gemini Ultra 已经在30个 研发常用的性能基准上 超过了目前最先进的结果 Ultra的得分率 高达90% 是第一个 在大规模 多任务的语言理解上 超过人类专家的模型 这个模型 可以综合数学 物理 历史 法律 医学和伦理学 等57个学科 来测试世界的知识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正是这种能力 让它可以从 成千上万的文档当中 提取深刻见解 帮助我们人类 加速在各种领域的新突破 Gemini的表现 也胜过OpenAI 最先进的GPT4模型 另外 谷歌最新的AI代码产品 Alpha Code 2 在生成和理解代码上 超过了85%的竞争对手 从今年起 安卓的开发人员就可以申请 Gemini Nano版本的使用权限 用来加持APP Gemini也会直接在谷歌的旗舰机 Pixel 8 Pro上推出 可以直接使用 解锁新的AI功能 比如帮用户 总结刚刚电话的内容 下周 谷歌会把Pro版本 向自己的云用户公开 谷歌还说 Gemini会和3月份推出的 AI Bard结合 目前会先结合Pro版本 链接包括Gmail、地图、YouTube在内的众多程序 让用户可以感受到Gemini的能力 明年年初将会推出Bard和Gemini Ultra的结合版本 更加强大 而说到AI 今天Meta、OpenAI和微软 在另一场投资大会上说 他们会使用AMD的最新AI芯片 MI300X 这款新品会在明年年初开始交付 这个动作反映 这些公司在积极地寻找英伟达的替代品 如果AMD的芯片符合要求的话 那么可以显著降低AI的训练成本 也会对英伟达提供一定的竞争压力 在会上 AMD CEO Lisa Su 就直接拿公司的MI300X和英伟达的H100对比 然后说 更好的性能 能够直接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 不过 目前各个高管公布的 这款芯片的应用范围还是比较局部的 反映这些大科技公司 在替换上面还是有所保留 需要等到验收合格之后才可能加大采购量 AMD在上次财报中也比较保守 只估计明年相关的芯片收入会达到20亿美元 而英伟达 三季度光是这一部分 营收就超过了140亿 还有很大的距离 阿吉虽然经常分析宏观消息 认为未来宏观环境需要谨慎 但要说未来最具确定性的投资主题的话 那一定就是AI AI的增长会成为接下来对抗经济下行的主要力量 甚至不排除有一些个股会因此逆势上扬 所以在当前的投资组合当中 我是一定会保留一定程度的AI因素 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会持续地留意 AI除了芯片之外 到底还会诞生出什么新的可以商业化的应用前景 这可能是下个阶段AI投资的关键 视频的最后 想请各位观众帮阿吉一个小忙 有空的话 麻烦帮我点点下方置顶评论中的盈透证券IB的链接 无需注册 无需开户 就是单纯点击一下 就是对阿吉最大的支持 盈透证券IB 也是我个人认为很好用的券商之一 他们现在提供极高的无风险利息收益 你投资账户中没有拿去投资的现金 最高可以获得4.83%的利息 除了无风险收益高以外 IB的另一大特点是成本低 不仅交易佣金低 而且融资成本也很低 如果你是深度交易者 IB的交易平台功能也十分强大 尤其是期权交易 功能齐全 而且方便上手 除此之外 他们还提供各种免费的研究报告 交易工具 以及及时的新闻更新 所有这些功能 都可以让投资者 能够在交易的时候 获得更加全面的帮助 阿吉现在这里 谢谢大家的支持 各位觉得我做得还不错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这些输出不易 阿吉伦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 我现在都会有机会的 我会用到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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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